针对网传视频显示,事件发生在乌节路施加董百货公司地下一层的时隔T&JS Market。 当时餐桌上有个托盘,托盘上有一碗面和一盘小吃,一只手长大的老鼠正躺在面碗旁,身体还在挣扎抽动。 新加坡食品局昨晚28日发布文告指出,当局与国家环境局得知网传老鼠垂死在施加董时隔的餐桌上后,便立即展开两轮联合检查,检查到外卖店以及公用区域和天花板是否有虫害和老鼠出没的迹象。 新加坡环境局将针对天花板鼠患,对大楼管理层采取执法行动。 食品局则会对五个出现卫生疏失的食物摊位采取行动。 新加坡食品局和环境局说,食物安全和并未控制是各方的共同责任,尽管有关当局制定和执行管制措施,业者和业主也需尽一分立。 食品局和环境局将继续观察有关各方在保障食品安全和杜绝鼠患方面的成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